从黄晓明收到比尔盖茨回复的那一刻起 贝比就成了众人眼里的笑话 曾经某次采访里 黄晓明坦言杨颖配不上自己 大家还以为黄教主这是迷之自信 可如今看来 这应该是黄晓明最不油腻的霸道总裁语录 要知道黄晓明曾陷入形象尴尬期 一度被人称为游王 但相比于成功去游 众人还是羡慕他的赚钱能力 早在2020年 黄晓明就入榜了 德塔文艺人电视剧商业价值年榜第五名 丽娅张家义仅次于孙洪雷 不过这仅仅是他商业帝国中的冰山一角 在华裔兄弟上市时 黄晓明凭借超前的眼光 以三元美股的价格 成功购入了180万的干股 事实证明他的眼光不错 华裔兄弟上市当天股价突破70元 最高到达91元美股 黄晓明少说也要纯赚两个亿 不仅如此 他还涉猎到了其他的行业 例如珠宝酒庄等等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黄晓明名下如今有43家控股公司 哪怕不当演员 也能阅入几千万 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霸道总裁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 黄晓明在社交平台上 喊话比尔盖茨后 为何能得到本尊的亲自回复 记得当初卑鄙还没认识黄晓明时 只是个十八线的小嫩魔 但自从靠上黄晓明这棵大树后 他被直接飞升 不仅靠着一瓶眼药水 成功夺得百花奖最佳女配 一跃成为内地的四小花蛋之一 甚至还入驻人气综艺奔跑吧 兄弟赚的盆满锅满 可随着名气的上涨 他的脾气也在上涨 比如在百花奖上宣布卑鄙得奖后 眼里满是他的黄晓明 立即站起来 激动的想和他拥抱 结果卑鄙连看都没看他 直接走过去和导演拥抱 这让黄晓明非常尴尬 而在2019年 两人同框出去活动 杨颖像女王一样走向舞台 黄晓明却跟个小跟班一样 跟在老婆身后卑微提着礼服 仿佛在告诉所有人 对方配不上自己 或许杨颖单纯以为 离婚带走25亿就能为所欲为 但很可惜 娱乐圈的拜高采低 却狠狠地打了他的脸 离婚后的杨颖待遇 开始断崖式下降 不仅失去了很多影视资源 甚至为了赚取点可怜的镜头 还像晚辈下跪端茶 倒水避水果 就连迪奥的代言也丢了 反观黄晓明简直幸福太多了 不只是事业方面迎来了新口碑 而且在感情方面 也有了新的动态 有网友表示 与黄晓明离婚 是杨颖做的最错误的事情 然而确实如此 遥想当年黄晓明 确实将她宠成了公主 2015年10月8日 黄晓明为了证明 对杨颖的重视 特意为其举办了一场世纪婚礼 婚前她不仅给杨颖 送上3838万的彩礼 还在上海买下一套别墅 作为两人的新房 据说价值高达1.3亿 而在当天身为新娘的杨颖 身上的礼服 全都是大师亲自手工完成 而且其所佩戴的饰品 更是十分昂贵 光是黄晓明设计的那枚戒指 总价值就达到107欧元 换算下来 也就是800多万人民币 据说黄晓明为了这场婚礼 足足耗费了全部的精力 可见她在当时有多喜欢杨颖 可就在人们纷纷羡慕杨颖 嫁给了爱情时 这场婚姻 却仅仅维持了6年的时间 就对外官宣了离婚 离婚后的杨颖 分走了黄晓明25亿的家产 33岁身价就超50亿 可以说即便没有黄晓明 她也是个小富婆 但看着如此光鲜亮丽的前夫 我想她心中也会有一丝后悔 对此大家觉得呢 最后对于黄晓明和杨颖 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